粉丝提问 如果复活机会到决赛圈还能用会怎样 现在吃鸡的很多模式都有复活机会 例如渡假岛抄底推杠等等 但他们到决赛圈都不能再用了 如果到了决赛圈复活机会还能用会发生什么呢 一所有人都会变猥琐 在能复活的地图上 玩家从此以后都会变得更猥琐 更不敢钢枪看见人就躲 因为你钢枪很可能会输 会用掉非常宝贵的一次复活机会 到最后决赛圈的时候 就更不容易吃鸡了 只有保留复活机会最后才有赢的可能 二大神吃鸡力更高 这样一改 普通玩家和大神的差距就更大了 因为大神一条命能击伤很多人 之前还可能被敌人阴了或者失误 导致自己意外挂掉 而现在多了一次复活的机会 就相当于给大神一次重新再来的机会 相信他不会再次失误了 吃鸡力肯定会更高 三决赛圈变成空降骑兵 这样一改 决赛圈的场面想想就很壮观啊 地上的人被一个又一个击杀 天上的飞机再一个个运送 决赛圈就直接完成空降骑兵了 不过这种大混战玩的才有意思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这样该如何呢 好啦我们下期见